好,大家好,现在有点时间,我来轻一下我的这个Glock 19X 那轻它呢,顺便呢,就简单的聊两句这支枪吧 其实呢,就是一支Glock OK,那么在聊枪的时候呢,咱们先把这个枪制呢 进行一下这个安全检查 Magazine没有子弹,咱们把它空砍挂机里面没有子弹 躺了也没有,OK,给它复位,好吧 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Glock的第五代产品 那它呢,这个之前呢,也参加过这个美军的这个手枪模棍化的这个竞标 那之前呢,我讲过,它输给了这个6-Hour P420 但是它呢,实际上后来呢,又转入到了这个民用市场 用的投入到了民用市场 那么在民用市场呢,这款枪呢,它实际上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尤其是像它这种沙色也好,土狼色也好,就这个颜色的 嗯,它当然了,它也有黑色,OK 那这支枪呢,好不好呢 简单的,我聊一下我自己的体会吧 那么在靶场射击的时候呢 感觉呢,和一支普通的其他的Glock 第三代的Glock是实际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区别 我呢,这个是我拿了这个,我的这支Glock 17 这是17,第三代的17 那么这是,之前咱们做一个对比 那我之前有一支这个第三代的19呢 Glock 19呢,被我改的面目全非了 所以说呢,那么对比起来呢 大家呢,可能看的不太直观 那我拿了这个17,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那么这个当然了,还是安全检查啊,这样 OK,里面没有子弹 OK,Magazine里也没有 那它呢,实际上它的区别呢 它的变化呢 实际上它保持了 像我说的是这支啊 这支19呢,等于是它保持了 19的前面套管的这个slide的这个尺寸 和19是一样的 就是有点紧凑型啊 这个和17是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还是保持了19的一个尺寸 那么它呢 后面的这个握把的部分呢 尺寸呢,是和17一样 等于是 它和17是一样的尺寸 加大了它的这个 弹容量 那么呢,同时呢 也让这个射手啊 对我来说呢 就是说手比较大的朋友呢 手呢 更好的去可以持我这支枪啊 是这样一个方便的程度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设计 其实还是不错的 保留了17的这个手柄的感觉 同时呢 也保留了这个 19前面的这个紧凑型的这个slide 我倒是觉得 手感上 感觉上更加的一些轻便的一些 手柄部分呢 它等于是 就是Magazine的释放件 那么比这个要大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19的这个 要大一些方一些 更加的突出一些 那么同时呢 它呢 这个slide释放件呢 它实际上是两边都有 这两边都有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也就是说 它适合你的左右手的使用者 都可以用 没有问题 空看法机 左手 也OK 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左右手都有了 那么呢 前面的slide 还有它下面这个部分呢 它等于是什么呢 它呢 把这个手指槽取消了 大家看得到这个 三代的手指槽 还有这个 这个没有了 被取消了 变得有点平直 其实在这个使用上来说呢 我感觉呢 没有什么不同 对我来说呢 差不多 手指槽也好 还有它这个 没有平直的也好 我握起来感觉 都差不太多 所以说这个呢 因人而异吧 有的朋友喜欢这种 有的人呢 喜欢这种 因人而异 那么它的这个slide 前面的套管的部分呢 它等于是呢 这边 有一个小的一个缺的 一个缺槽啊 它往里这个 磨了一点小的角度 弧度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平直 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么后面的这个 防滑的这个槽 还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那么这个呢 大家不用纠结 这个是我自己升级后装的 那么实际上 它和这个 三代也好 五代也好 它都是这个 这个样子 它都是比较浅 那么这个呢 好像似乎呢 比这个 因为我都给换成这种了 我印象中呢 这个呢 等于是比三代的 要突出一点 更加突出一些 就这个地方 就是slide 施放键 更突出一点 其他的呢 都是一样的 那么板机 也和这个 三代的产品 是没有区别的 Magazine来说呢 这只19X 和这个三代的17 它实际上是 可以给通用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呢 是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等于是17发 但是它有一个延长 那么它可以装到19发啊 标准的应该是这样 但是在加州 你不用担心 你都是10发的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17发的 也是啊 这个标准来说 它是应该给你这么 这么卖给你 也是这么配给你的 但是在加州 OK 那我们不用纠结 那都是10发 好吗 是这样 那么它呢 等于是这个Magazine 和这个17的 是可以通用的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空餐挂机也好 好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也没有问题 这就是一个17发弹架 没有问题 放进去 也都是可以的 没有子弹的时候 它当然了 就会空餐挂机 就是这个状态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呢 黑的呢 也可以用在这里面 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没有问题 有人说不能用 其实实际上是可以用的 我不知道他说不能用的朋友 是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 所以说这个用起来呢 就是说你19的这个Magazine 19X的Magazine 和这个第三代的这个17的 这个Glock17的这个Magazine 是可以用的 是互换的 没有问题 OK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改变吧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么其实和三代的来说呢 没有区别 它和三代的19呢 其实唯一的变化呢 让你更加的 最明显的变化 实际上就是握把的部分 它是变得延长了 和17是一样的 这也是它的一个19的一个 19X的一个特点吧 就是这样 那么打起来来说呢 实际上不管它怎么变 怎么取掉哪也好 多了哪也好 它的铁苗 它的苗呢 变成了它不是塑料的 它是这个前后的基苗呢 它是金属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不管怎么说 打起来呢 和普通的Glock一样 没有区别 就像我那个改的 面目全非的19 就是Glock19的那个三代 也一样 你再改成什么样 你改成多好看 多漂亮 它还是一只Glock 所以说呢 我觉得在我的经验来看呢 其实很多的朋友呢 没有必要花很多的钱啊 去纠结 我一定要把我的Glock 改成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改来改去 花了很多钱 它还是一只Glock 那其实就像这个第五代的这个19X 其实在打起来 和你打一个三代的Glock17 Glock19没有区别 或者说打一只别的Glock 再缩小型的Glock 其实也没有区别 呀就是这样 OK 那么当然了 除非说你比较喜欢这个样子啊 这个颜色也好 样子也好 其实我呢 收它完全就是觉得 呃样子吧 这个样子比较 比较吸引我 只是说 嗯 收一个来玩一玩 仅此而已了 那么 呃 并没有说去 期待它 就是在射击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没有 和一只普通的Glock一样 就是这样 OK 那么咱们简单的 我把它清洁一下 把这个Magazine先写下来 那么 还是那样 那么我们先检查一下 这个里面有没有子弹 其实刚才已经检查过了 OK 我的清洁方式是把它释放回去 OK 同时扣动这个扳机 好吗 然后再把它向后 slide向后拉一下 拉的同时 你把它 这里这边的这个钮 还有这边 同时向下 拨一下 然后同时再释放这个 就下来了 这个slide就下来了 然后附近黄 还有这个 枪管就下来了 那么它这个呢 这个黄呢 它也是这个 等于是 不是单支的 它是这个双段 关于双段的好处呢 这个呢 其实因而异 我在这就不再啰嗦了 就是这个一个 OK 这个呢 其实不脏 没什么好擦的 那么咱们把这个简单的擦一擦 就可以了 这个呢 打的不多 因为呢 之前呢 带着孩子打呢 有其他的枪可以用 所以说这个打的并不多 这个简单的擦一擦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下面呢 实际上呢 你擦也可以 不擦也行 其实这并不是很脏 顶多说把这儿清一下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外面的这个塑料 仅此而已了 并不脏 反而是被我的这个手的污渍给弄脏了 待会儿糊了一下就行了 就是这样 OK 好 咱们把这个简单的去靠管 简单的去擦一下 那么 急针的部分 这个地方啊 简单的去给它去擦一下 就可以了 Glock基本上和这个 呃 枪里的AK-47 大家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 因为它呢 就是一个比较 呃 筋拉筋串型吧 嗯 结构呢 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且拆解呢 也非常容易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说 它在呃 世界上的这个手枪当中呢 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就是说呢 它呢 拆解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咱们先把这个外表 枪管的外表 简单的给它清洁一下 啊 然后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给它擦一下 啊 我这个地方就不用刷子去刷了 就这个地方啊 然后这个呢 用这个刷子放进去 啊 前后 推拉几下 就可以了 啊 就这样 推拉几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 清洁液 简单的擦一下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呃 现在的这个手枪也好 步枪也好 它实际上 它里面的这个工艺呢 是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呢 我们没有必要说 一定要擦到 它一尘不染 这也是不太可能 啊 也许朋友 别的别的朋友 它有这个耐心 呃 我呢 是没有这个耐心的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可以了 啊 就是这个样子 好吧 如果你还想再进一步去擦呢 没有问题 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啊 这个都没有问题 OK 其实这样就OK了 呃 我们这个呢 简单的去擦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至于这个滑套呢 如果说你在打的时候呢 你可以平常的点一点油在这个里面 啊 就在这个地方点一点油 也没有问题 一点点 一点点就够了 不要点太多 点太多的话呢 你这个枪在打的时候 它首先会渗出油来 呃 崩到你的这个防护镜上也好 身上也好 其实呃 挺脏 没有必要 OK 好吧 那我们呢 就是这样 把它呢 再给它装回去 然后外表呢 一会儿呢 再去简单擦一下就可以了 Magazine 其实你愿意清 也可以 你不清 也无所谓 咱把它放在一边 我就不清它了 啊 咱把它放回来 那么还是这样啊 油不少啊 好吧 啊 把这个再装回来 好 这个呢 其实往后一拉 它自然就上来了 很简单 我们再把这个Magazine 擦一下这个 外表吧 啊 就是这样 好吧 使用久了 它也就 自然而然 它就有点脏 所以说这也没有 没有问题 那握把呢 咱们简单的给它 清洁一下 好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主要呢 清枪的目的呢 实际上就是它这个枪管里面 尽量让它呢 呃 没有太多的积碳 这样的话呢 以便于你这个下次设计的时候的精准度 呃 其实呢 说实话呢 也不用非得清的那么勤啊 这当然也是根据自己朋友们的自己的一个 呃 实际情况 自己的一个需要来定啊 自己自己来定吧 OK 那就是它这样的一个小分享 呃 其实说实话 对我来说 呃 还是那句话 就是一支普通的Glock 呃 没有传说中说打的一定 怎么样 嗯 和1719普通的 没有区别 呃 就是这样 当然了 还是根据朋友们的喜好 那如果说大家有喜欢的这支枪的这个样子也好 呃 颜色也好 或怎么样 大家可以选择 那么我的体会就是 普通的一支Glock 好吧 那这就是差不多的好与坏 我自己的一种感受和分享吧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